Hello,大家好,我是柯林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关于如何正确充值ChatGPT的内容 很多朋友在开通ChatGPT Plus的过程中 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身边的社群朋友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经过多方证实和确认以及一些实践经验 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百分之百 充值开通ChatGPT Plus的教程 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那么如果您想正确充值ChatGPT 在三个部分一定要做好 首先第一点 您要保证账号是为自己本人注册 如果您的账号不是自己注册的 是购买的 或者是您注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您的账号会充值失败 因为我们都知道ChatGPT的分控是非常严格的 第二点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虚拟信用卡商家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地区包括一些无法使用和注册ChatGPT的地区 他如果想要充值ChatGPT 那么就需要一张美元虚拟卡 第三就是要保证您的VPN 因为ChatGPT的分控非常严格 如果您使用的VPN 很多人被很多人使用 或者是您的VPN节点有问题 那么也会导致您充值失败 那么我们稍微讲了一下 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充值ChatGPT 给大家介绍的这款VPN是樱花云 82.88元就能享受每月300G流量 而且是高SLA可用性保障安全匿名 热门有我们流媒体杰索 有1500兆速率 然后呢 有包括在线客服 公单售后保障 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上注冲链接 那么通过注冲链接的朋友 可以享受95折优惠券 9折半年优惠券 85折年付优惠券 如果您的账号呢 不是您本人的 不是您购买的 那我建议您呢 还是重新申请一个账号啊 这边呢有一个我们大家想用的最多的接码平台了 名叫SM-Activit 我们在它的服务里面呢 搜索OpenAI 然后呢像英格兰 印度尼西亚 它是卢布啊 45卢布 当然呢 您在注册之前呢 您需要在您的卡里面 需要充值一笔钱 先充值之后呢 你才能进行注册 它这里面的充值呢 也是非常贴心的 它是支持支付宝充值的 所以呢 对于国内用户来说 也是非常的方便跟安全的 那么如果您账户中有多余的钱 需要提现的话呢 它这边也是可以提现的 它是支持USDT提现的 那么之后呢 我也会介绍这个平台 它是币安 您把SMS-Activit平台中的USDT 充值到币安 是不需要手机费的 那么您在币安中 收到这笔钱之后 是可以选择支付宝 或者微信提现的 那么呢 我们呢 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的虚拟信用卡呢 是Fullpad 这里面呢 有邮箱注册和手机号 注册两种选项 区别是手机号注册的话 会多一个内部转账的功能 注册完成之后 点击左上角 访问官网 下载相应的软件 目前是有安卓版和苹果版的APP 然后再申请开卡 注册完成后 马上下载APP 进行KYC认证 一般2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 使用身份认证 完成认证之后 就可以到选择开卡界面 这边呢 一定要注意啊 是申请美元卡啊 点那个卡 然后点申请美元卡 然后呢 这边选择合适的充值金额 为什么介绍Fullpad呢 Fullpad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它支持支付宝和微信充值 不过它开放的话呢 是要10美元的手续费 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我这边呢 也会在视频的下方呢 放上Fullpad的注册链接 通过注册链接 注册的朋友们 注册之后 是可以免月费免年费的 然后呢 点充值 把钱充值到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免月费免年费呢 相较于其他的平台呢 是很好的 其他的平台都要交月费年费嘛 所以一次性扣掉010美元 这个还是不算贵的啊 那么呢 也记得了 自己可以随意修改账单地址 美国五大免税州 俄勒干州 阿拉斯加州 特拉华州 蒙大拿州 新罕布什尔州 那么呢 刚才说啊 就是这个Fullpad的话呢 快捷开卡是一步到位的 还要注意的就是充值 ChatGPT Plus的时候 要开全局VPN IP地址和战狼地址 尽量是一致 如果被拒绝的话 要记得联系客服 不要多次尝试板定 那么可能会被ChatGPT 认为您在进行危险操作 这边呢 我们点这个卡 这里有个战狼地址 这个战狼地址呢 可以修改 然后呢 我们再进入ChatGPT ChatGPT在这里点 升级计划 当然我们充值的时候 最好是20亿美元 再稳头一点 因为充值是需要手续费的 这边呢 就填上你的这个虚拟信用卡的 这个卡片信息 以及你的这个年份月份 像我这边就是6月27 你就写个6月27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你卡片上的姓名 这个建议大家呢 可以选择真实地址 包括美国地址 然后这边点确认 然后这边就可以成功的订阅了 目前呢 我这边很多朋友呢 都是使用Fullpad进行充值的 非常的方便啊 那么呢 也跟大家讲的就是啊 如果您的卡内有多余的资金 那么你要提现的话 怎么提现呢 我们这边点卡 这里有个提现 提现的话呢 我们输入我们想要提现的这个钱 当然也要注意啊 就是说您在提现之前 你要先把您钱包中的余额 充值到您的虚拟信用卡里面 然后再点提现 选择您的提现金额 然后再填上 提现的话呢 它这边是提的是USDT啊 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呢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您钱包里面有多余的钱 想提现的话 那你是要借助第三方平台的 比如说我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币安 它是目前最大的交易平台 而且您从别的平台充值USDT 它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我们在钱包这里呢 点钱包总栏 然后这里点加密货币充值 然后呢 币种的话呢 我们就选USDT 然后呢 网络的话 我们要记得是选择TRCRS啊 如果你选择其他的网络 你可能会收不到钱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再点获取地址 然后呢 再把这个地址呢 填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 是这么一个界面啊 然后您选择 您要提现的金额 然后再把这个地址 放到这个账号这一栏 就可以提现成功了 而且如果您把钱 充值到币安这个平台之后 它也是支持微信和支付宝 提现的 非常方便 我们点这个订单 这里一个CRC订单 然后再点这个CRC用户中心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点击 收款方式啊 支付宝 微信 银行记忆卡 包括其他的很多方式 都是可以的啊 它有很多方式 它都支持 所以这个币安这个平台呢 也是非常棒的啊 但是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您 收到的USDT 提现到微信和支付宝 或的银行卡 这个是需要手续费的啊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呢 这个就是今天充值 恰的GPT的教程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很多朋友呢 使用我的这一套方法 是百分之百 能够充值成功的 如果你对于这个 充值恰的GPT 或者恰的GPT的 相关问题 还有任何疑问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留言 我看到留言的话 我会进行回复的 那么如果您觉得 视频有用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点个赞 没有关注的朋友 记得关注 关注之后 开启小铃铛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这里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